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主持有貓兒 我是老過的鏡花先生,同樣都是老過的野人者 記成我們這個動漫無雙的慢精神,今晚要講漫畫的是 其實不是完全講漫畫 算了,其實是漫畫公司,即是出版社會 大家有興趣記得之前有講過一集有講的少年集 今次講少年是什麼呢? 三大巨頭,我們來講第二位,小第二位也叫做少年Magazine 他真的是第二位,論宵浪來說少年Magazine應該是多新的 是的,但有原因就這樣講,可以介紹一下 Magazine是雜英石出的一本漫畫周康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講少年周康一集,梁略會講一講,現在就詳細講一講 說實話,Magazine和Sun是差不多同時出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好像也不是同時,好像是同日 有原因的可以慢慢講,解釋一下 在少年Sunny和Magazine出版之前 日本的漫畫其實就比較散亂一些 沒有什麼特別的編排 可能會燈在一些普通的雜誌上 或者可能有月刊的他們是 但是周康就還沒有 所以Magazine和Sunny是當時首創的周康 專門練了漫畫的雜誌 其實是蠻有趣的 其實當年這個小學館Sunny 大家知道,大家知道 就想做漫畫周康 然後大家看到《情敵》 《港譚社》 因為當時《港譚社》也是最大的 為什麼要講《情敵》 為什麼要講《情敵》 《情敵》呢? 有《伏筆》 有《伏筆》 好好好,繼續繼續 大家要明白《港譚社》 其實在日本也算是很大的公司 大家去日本的書店看一看 我不說你不要去漫畫部 不要去輕少少部 你看看文庫本 什麼地圖 普通日常的書 是《港譚社》出的 基本上它有很多樣樣的書類 所以小學館一聽到《港譚社》說出 嗯,老爺離譜 怎麼辦呢? 我們要鬥快 要搶先過它 所以一開始最終這兩家 是宿榮的對決 已經是一個 不,其實一開始的想法 是小學館那邊 小學館那邊想著 不清楚 但是應該 可以考核 但小學館當時是想著 既然是小學館 因為當時小學館漫畫 是向著小學館 於是5月5日移動之 但是偷聽 不知道怎麼偷聽到 可能是 港譚社又出 鬥快 他們說我們搶頭香 鬥快 然後排到4月 然後聽到港譚社當然不是蠢 聽到說 你鬥快出 我都鬥快出 又提到4月了 於是 越來越早 我起理此理 我就提到3月 三月尾 總之就做過你了 對 就做了 意氣之真 三月實質號 書名叫Sunday 但記住這半夜不是叫Sunday出的 是星期三出的 就是 為什麼叫Sunday Sunday只是一個名字 不知道 可能當初誰不想叫星期日出的 為什麼不叫Wednesday 太複雜了 Sunday容易叫 Wednesday是兩個音 Sunday一個音 Sunday比較熱烈 新的 熱烈 真的好一點 星期日感覺好一點 放假 無論如何都不叫Megasin的行 Megasin就是很行 其實挺有趣的 兩家又鬥到 既然就變成同一天出版 就變成 有機情的同一天出版 對 不要說出版問題不在一邊 發行問題有問題 印刷到 其實當時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定了那天出版 要拿書養本去印刷 但問題是你引起多少份 不知道 因此我本來又等 Sunday你印多少本呢 看看你多少本 刺探敵情 他印多少本 還是那本是多少錢 這是一個問題 那現在才是 我又等你多少本 我看多少錢 於是兩家都 只要咬 只要咬 那一家創人就問 喂 你們什麼時候要印的 等一等一等 咬了很久 最後發覺 Sunday是應該先想想 因為Sunday他本身有人多 不是啊 再不印就趕不及了 而且一方面Sunday有自信 還有人多 嗯 他們有當時 比較出名的 著名的 馬加尼首東智蟲 華山光輝 那一集 都是史歐谷的便宜 那他們 沒問題的 我們應該拼得過 嗯 還有他們有 剛剛好機遇效 打到情報了 Megap線定價好像四十多日圓 沒有記錯 那我們就定低一點 就定了三十多日圓 當時的情況就是 是 那類似是他們出版時的 比較趣問來的就是 嗯哼 那其實出版後 大家都知道 Megap線 我們今次有說Megap線 Sunday是路過 不用理他 OK 他呢 大家先說 不夠人 當時最出名 最厲害 不夠人 你只是馬馬加加 是嗎 那怎樣呢 學回Sunday那招 我們請新人 嗯 即是我們那時候說 新來的 剛才會說 怎樣請新人 Megap線 開頭都是這樣的 那些老手 最出名的 你知道 那些是前輩級 就是經典的殿堂 他們沒有新人 找 其實一個好處就是 他們是新人 可以重點培育 還有 提到多樣化 嗯 當然新人不是很大 話事的 他們要拼版面 要拼厚度 就是 我們四十多日圓 比你厚度 好豐富 當然是 但是這個不關漫畫家事 是周刊的行政策略 因為他原本 開頭是想著 是專門夾漫畫的周刊 但問題是 他們不夠人的時候 就要夾一些水 就是滲水 因為他的價錢 是比新地貴的 但如果你合佈的新地 一定會覺得你不值 那你有做到厚的新地 我貴一點 但我 很簡單 就是消費群 你當然是選擇一本 比較值得的 既然是一樣的 那些東西 沒錯 但是問題是 你先送了些什麼水 很好笑的 就類似大家看 快樂龍 一些什麼 叫什麼叫快樂龍 Coco Coco 類似一些 可能有些 廣告 玩具 他多一點少些 日本 當時日本人都知道是棒球 棒球的消息 一些體育新聞 類似的 有關係的 沒錯 很奇怪的就是 他其實是 他的名字 說得對的 他不太相信 一般的 comic magazine 還有他封面 有些收藏家 我一說出來 當年他們的封面 不是漫畫 現在看漫畫雜誌 可能是封面 今天封面 可能是什麼漫畫 做頭的 他們不是 是棒球明星做頭的 不是啊 如果你有看Wiki 他會把環光選手做頭 做封面 很有趣 不是看衣紙 不是看衣紙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會被封面詐騙 我以為裡面有關於雙撲的漫畫 完全沒有 有 雙撲 可能有幾百說雙撲 有幾百說彭球 然後變成漫畫內容 類似的 都會有趣 現在 現在 不是都會用那些 女明星 那些 封面 那些 沒有特意去做封面嗎 現在 有 但問題 都有漫畫 有漫畫 是 他是不是到現在 都是這樣的狀況 他現在還是很像 他用這個 女明星做封面 這些是算是傳統的 不要理會他 其實 這個就是 當時 現在就看他們教的 我對他都覺得很厲害 笑一下 笑一下 這些是笑一下 那大家 講一講 現在大家明白 MegaC有時候 會把真人拿上去畫封面 有傳統的 因為真的 在小學館 那本 珍迪 都是漫畫封面 只有MegaC 會放真人封面 那些 穿泳裝 那些 那些 你不知是賣我雜誌 你看看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商業跑慮 例如說 買廣告收益 那些 那些 嗯 好啦 既然是這樣 大家方向定了 那你又有很大的名聲 我就不停滲水 嘖嘖嘖 嘖嘖 兩片風 當然開達是新來佔優 如果據現在的統計 其實新來當時是賣了三十幾萬 MegaC 就賣了二十五萬 但是 差一點點 就算了 他開頭再問 其實後來的價格也開始調整 變成三十日圓 即是他其實是降價的 對 那你感覺是 嗯 嗯 有一個問題 因為當時兩家雜誌 是互相競爭得比較激烈一點 嗯 有MegaC 他不停登 體育新聞 亦都開始 慢慢的題材 嗯 接近了一些體育 例如棒球運動 有時候新來都照抄他 嗯 即是等於你有什麼題材 有什麼學問 我先抄你 就是你抄我先抄你 那這個時候 算是比較重步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不停 互相激烈競爭 會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 就是 即是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如何可以打敗對面呢 類似就是 那其實 正步之下 怎麼說呢 新來會進步 MegaC都會進步 但兩個都是 維持水平的升 很難說 哪個超級哪個超級 就還未有這個情況 嗯 那在同一時間 有些出名的作品 例如大家都知道 明日之象 就是會出現了類似 就是拳擊的漫畫 嗯 那就會不停 類似類型的作品 會出現了 其實呢 但中間發生了這件事 就是 比較麻煩一點 那 因為這件事 我就查到很多消息 我真的看日本網站 知道這件事 就是 W3事件 嗯 那我就 以下根據欄 就看日本網站的說 我詳細很清楚的 就是 話說多年 都是欠人的 就是 從 首都前有間 動畫公司 就是 做一部動畫 就是 No.7 No.7 就是 不是No.6 No.7 應該是No.7 是No.7 這件事 對Megasin 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 就是 類似現在的宣傳 就照做 但 出事了 原來 當時Megasin 有一部漫畫 題材 內容 和No.7 很接近 好像是 然後呢 雙少爺 當然 不太好看 就叫他 你先踩誰 因為 你重複抄襲 就會被人說是抄襲的 舊那個 已經在你本漫畫 連載著的 會投訴 不滿 喂 你有插 插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賭我 因為設定 怎樣呢 好像看故事 我不知道故事有沒有看過 因為我太舊聽不懂 就是 類似當時007 那些 超能力戰隊 那類的 外星人 那些題材 類似差不多 風格也是一樣的 那我找不回故事 真的太舊了 那個漫畫故事叫Sora Sora 兩目畫 好像內洋 被人說 誰知道Sora後面 有一間動畫畫 有兩個撐衣 要撐到限 後來 是幫了Sora 那邊 就是佔了自己 原本的漫畫家 他沒有佔了漫畫家 因為Sora 原本的漫畫家 但是 有一宗這樣的東西 進來的時候 正路來說 當然是生氣 對 當然是生氣 當時連載了 大概八集 左右的 兩版商人 就沒有了 蛤? 這麼快? 沒有了 後來好像傳聞 就是 就是改了設定 也要改設定 改設定 改人版 再放回新利益 哇 然後 中文版 忘記了什麼名字 好像有出過中文版 即是舊東西重用 對 類似的事情 後來 影響到幾大 所以當時影響到編輯 將會辭職 即是引咎辭 因為這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 總之 這壇 天然大波 知道嗎 當時的大波 但我沒有新聞 說到的事情 Viki有提到的 但是 現在到現在為止 至於對話為止 因為國家說國法 不知長城是怎樣 我面子慢慢看不回 你們都說了 所以說 現在我在持平 我不清楚 即是如有錯誤 敬請見諒 是 當然後來手送 和少年Mega線都有 但是是九年之後的事 這就是按下不表 金正 是六媒 不是八媒 六媒就是 然後六媒就包到新利益 然後這件事 其實影響過銷量一陣間 但是 是影響Mega線的銷量 對 Mega線銷量 他這幾年 剛才說銷量 是出現過新利 就是給新利 那一段 他併上升 但是是出現過新利 因為在新利那邊 你手重點 你都得罪了 老一輩 你就不會有舊人幫你 他靠新人拼 同時前面說到 舊的編輯就出現過 新的編輯就上來了 第三樣的主編就是 內田勝 證明他也做了些事 為Mega線鋪路 對 就是靠他 來扭轉了Mega線 一直以來 和新利欠一個馬匹的情況 就是 詳細的戰績 我們可以在下一部分再說 好